最近雨水多 不仅菜长得快 草长得更快 半个月也要拔一次 我的第一个茄子 真是小巧得很 西红柿也开始结果了 苦瓜苗爬得很快 给长豆角插离吧 它自己就会往上爬 继续加工竹墙 用铁丝一根根铲紧 大伯说风吹日晒的 有两年就差不多要换了 拍我们的40号大酱上场 效率果然高 没我什么事 那就做饭吧 看看现在鸭蛋怎么样了 一个月前做的 打开 盐和五香粉朵已经融化 里面也应该入味了 顺便说下方法 比较简单 在邻村一个伯伯那里买的鸭蛋 用丝瓜落清洗干净 以前农村伙食不怎么样 所以蛋里都是奢侈品 如今条件改善 但依然觉得这是好东西 晾干水分 准备五香粉 盐 拌匀 先给鸭蛋全身沾白酒 再裹上一层腌料 保鲜袋包起来 用筒或者毯子装都可以 放到干燥阴凉的地方 农村必备的下饭好菜 今天蒸几个试试味道 被染色了 用刷子也没能去掉 打算在罩上煮饭 就蒸几块腊肉 小时候家里大人忙 就让我帮着煮 但不是夹身 就是便稀饭 喝酒 我们下壶就会